其实我这个姐妹她是很有事业心的 所以她其实也没有休息多久 反正就是上班 结果有一天她就到南部去开 去那个对 出差 回来的时候 因为她坐到最后一班的高铁 回来之后其实家里面 其实回到家已经快凌晨一点钟 然后她想说 因为那天其实老讲 一切的行程都很赶 那她想说反正回家就回家 她没有跟她先生讲说 她可能会提前一天回来这样 那我一切一切的巧合 就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有事情要让你真的 你要给对方驚喜 你知道吗 你自己会真的惊吓 受到惊吓 她回到家 然后进那个房门的时候 她一打开房门 她吓傻了 因为她姐妹她跟她老公躺在一起 就在床上就躺在一起 然后呢 可是她当下她真的 因为一般人 我说你可不可以扯她头发 叫她你给我起来 你这个狗男女 她说当下她真的是傻到 她完全心慌意乱 她不知道要干怎么办 然后她就走到客厅里面去 有穿衣服吗 没有就盖着背 其实没有 就已经完事了 已经睡得很熟的状态 然后她就慌掉了 可是那时候因为有一些声响 才一个礼拜 才一个 其实我跟你讲 她其实是住一个礼拜 可是后来拖到十天 所以其实不止一个礼拜 是十天而已 我意思是说十天就有办法 对十天 然后呢 郑大哥你听我说 那件事情 三分钟就可以发生了 你实在是很动物性 我是动物啊